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武师家。 今天我们主要讨论冰箱不能启动,不能制冷的问题。 由于造成冰箱不能启动,不能制冷的原因非常多。 其中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就是压缩机的启动电容坏了。 那么在讨论具体的步骤之前, 我先带大家看一台冰箱,打开冰箱的后盖, 找到启动电容所在的位置。 这项工作非常简单,也不需要很特别的专业知识。 非常适合我们做DIY。 这是一台250升的冷冻冷藏箱。 我们先走到冰箱的后面,把电源线先拔掉。 我们首先看到白色的塑料盖, 我们先把塑料盖板先取下来。 取下来以后,我们可以看到压缩机的顶上有个接水盘, 先把它拿下来。 拿下来以后,我们可以发现启动电容固定在冰箱的后板上。 我们可以用螺丝刀把它卸下来。 这是一台更新的250升冷冻冷藏箱。 它底板的内部结构和刚才那一台是基本上相似的, 但是在底面找不着启动电容。 实际上,它的启动电容是在冰箱的上部。 也就是电源线出来所在的这样一个盒子里面。 只要我们打开这个盒子, 就能找到启动电容所在的位置。 也可以很轻松地把启动电容卸下来。 第一步就是插上电源, 然后打开冰箱的门。 感觉是不是灯是开座的, 风扇也是打开的,对吧? 然后我们就等时间。 等多长时间呢? 等十分钟左右。 第二步,我们就把冰箱的电源从墙上拔电。 然后把后盖打开, 我们先用手摸冰箱压缩机的顶盖。 手感觉是热的还是凉的。 如果这个时候感觉是温热的, 从这个我们可以判别出, 这个时候冰箱压缩机的启动电容坏了。 但是冰箱里面是有电的。 如果没有电的话, 冰箱的顶盖是不会热的。 所以第三步, 我们就要找到电容所在的位置。 找到以后, 我们想办法把电容从冰箱的后盖上, 或者是后座上拿下来。 刚才我们跟大家演示, 第二台冰箱的电容在冰箱后盖上面, 不在下面。 当然我这个电容是白的, 可能是银灰色, 也有可能是黑颜色, 但是不管什么颜色, 一般起冰箱压缩机的体重电容, 一般都长得模样, 圆柱形, 长长的, 它里面是储存有电, 为了安全起见, 我们要拿这样一个螺丝到棒的端子上, 这样的目的是放链, 然后就直接把旧的电容取下来, 拿到电器店去买一个同样大的电容, 换上去就可以了, 5美元, 15美元, 15美元, 这样一个范围, 非常便宜。 接的过程也是非常简单, 相当于端口, 自己插上去就可以了, 固定在原来的墙上, 冰箱的后壁上就可以了, 非常受获DIY的工作。 另外一个是, 如果你有多功能的数字电表, 并且可以测电容, 五个微发, 看看测出来是不是五个微发左右, 如果相差比较大, 证明这个电容坏了, 必须买一个, 换上去。 我们是DIY人员, 家里面可能没有一个数字电表可以测电容, 或者说我们有一个数字电表, 但是不能测电容, 这个时候也没关系, 你直接去买一个新的电容, 换上去就可以了, 因为准确率非常高, 高多少呢? 80%以上。 好,朋友们, 这就是如何诊断压缩机启动电容, 是否正常的简单方法。 好,这就是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。 谢谢您的观看, 我们下次见。